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针对这个 Meghanic Field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已经大概把它有一个说明了 就是两个戒指 Medium 1 跟Medium 2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两个物理量 一个就是B 跟一个是H 那B 它的Normal 方向 要等于V to N 就是我们第一个Boundary Condition 那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呢 我们如果假设它是Linear的Medium OK 那如果用Linear Medium的部分的话呢 V1 就要等Mu1 的H1 OK 这是Mu1的部分 那这是Mu2 那V2 那V2呢 要等于Mu2 H2 H2 所以 你从这个关系 你可以把上面的 就把它写成Mu1 H1N 是等于Mu2 是等于Mu2的H2N 这是 相当于是 就是 我如果不写2的话 就是这个Special Case 就是对这样子的一个Special Case 而言 那 再来的话呢 V1N等于V2N 这是从哪里来的 是因为什么东西 所以会有V1N等于V2N 高师定理 对不对 那我们从安培定理的话呢 我们 在 上一堂课已经讲到说 我们 N2 Clause H1 -H2 会等于 Js OK 那 Js的话呢 是Surface Surface的Current Density 然后N2呢 是从N2指向N1 所以N2的方向 它是非常清楚的 那 在上一堂课课后的话 有同学问了一个 好的问题 那 问到就是这个 Surface 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啊 这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完全是 针对这个Boundary 它所流过的Surface 那如果 你不健忘的话 你不健忘的话 好 我们说 这是一个电流 那流过的Boundary Current Density 它的定义是什么 J的定义 对 单位面积 所流过的电流I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把 这个J的部分 因为它是向量 I是纯量 所以我们把 J.DA 就是我们的I 好 所以 你看到了 Boundary Current Density 它是什么 单位面积 所流过的电流 所以 在这里面 你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在这里面 你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很自然的 Boundary 跟Surface 跟Surface 它的这个Dimension 是减少一次的 所以你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基本上就是 单位长度 所流过的电流 所以 所以 你看到的 我说 我用做 安培回路的话 那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Boundary 在这个界面上面 单位长度 所流过的电流 就是我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换句话说 我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乘上DL 乘上DL 就是我的I OK 所以它的Dimension 是 单位长度的电流 Boundary Current Density 它的Dimension 是Surface 单位面积 所流过的电流 好 这是不 这两种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 在这个Boundary上面 这个Boundary上面 那电流呢 就是Surface的 OK 就是完全是Surface的 留在这个Surface的Current 你现在你的 你的这个 回路 安培回路 是坐在这个Surface上面 接近Surface的 的Interface上面的 这个一个回路 OK 好 那这个回路 单位长度 所流过的电流 就是我们的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OK 就是在上一堂课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 整个的情况 好 那利用这些结果的话 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常常 嗯 嗯 探讨的一个 这个 磁棒的问题 我们说 在上几堂课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有一个磁棒 那这个磁棒的话呢 嗯 它的M 是一个均匀的 换句话说 我们 针对了这个问题 曾经 探讨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在 这个 S上面 它的 这个 B是多少 OK 然后我们也探讨了 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 它的B是 多少的情况 那 在这一点 P点上面 那 00 Z 这一点上面 它的B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B值 你可以去查一下 A 是等于二分之 μ0 M0 然后 Z 加二分之L平方 加V平方 V Z 加二分之L 然后 Z 减二分之L 这是我们在前几堂课里面 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B是这样 L呢 是 这个长度 那 原点呢 刚好是在它的中心的部分 是我们得到的 那我们不再计算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 这个 S上面的 这个磁场的 Density 磁通密度 这个 磁通的密度的话 我们知道 B是这么多 那我们看到 如果把Z等于0 这一点 本句话说 是在0 0 0 这一点 我的磁通密度啊 B P0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带 Z等于0 带进来 那这个就是二分之μ0 M0 那Z等于0 这是二分之L 加上V平方 加上V平方 的二分之一 然后 二分之L 减掉 这也是 这也是 负二分之L的平方 加V平方 的二分之一 然后0带进去 负二分之L 实际上 你马上可以看到 这是乘以两倍 那换 就等于是 Z 二分之μ0 M0 的二分之L的平方 加V平方 的二分之一的L 这是 我们说 在中心 这一点的 那同样的 我可以看到 P1跟P2 P1呢 是在最顶端 P2呢 是最底下的 都是在S上面 好我说 P1是 00 二分之L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 P1值 算出来 算法都一样的 μ0 M0 只不过 Z你现在是二分之L 那这边就是L了 那Z是二分之L 这一项就没有了 这一项就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等一 L平方加V平方的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L是等于L 那Z是等于二分之L 那Z是等于二分之L 这一项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P1的 那P2呢 是等于二分之L 是等于Z 二分之M0 M0 那Z是二分之L 这一项没有 就剩这一个T 那这个是-2分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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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跟它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它的大小是-2分之L 是VP1跟VP2相等 但是我们把VP0跟它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VP0的部分 因为这是二分之L 那这是L 所以它会比它大 对不对 这个值会大于它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说 P0的值比它大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你一个Fluss流进来 然后中间会比较大 然后旁边又会比较小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边有什么 从Fluss进来以后到出去 中间这个地方会有什么 Fluss Linkage 对不对 有没有听得懂 你现在P1跟P2 你现在P1跟P2 两端的V值是一样的 然后P0 VP0是中间的 那V.DS当然就是Fluss啦 你Fluss进来是比较小的啊 Fluss 进来比较小 进来比较小 因为到VP0 比较大 再来又比较小 那从Fluss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Fluss Linkage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从这里面进到这里 这个Fluss的Linkage 也会跑掉 不然它不会什么 变成这边的Fluss变小 那换句话说 我就会可以猜了 猜什么 猜是 MAYBE 我的Fluss进来 理论上是应该通通出去 从这边通通出去 那这样的话 我Fluss就不会变小了 但是 我可以看到的是 可能这个Fluss 是这样子跑掉 OK 所以你会看到 这里的Fluss 是比较大 这个Fluss 是比较小 那有没有问题 这是 你第一个会猜测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 那 所代表的 跟我们这边的Boundary Condition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是你的猜测 用我们的Fluss的话 从这个 这个磁棒来讲的话 那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说 也许我的Fluss 就是有 这个磁肉的现象 跑出来了 好 那 这个部分 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 想法的话 你就要来去看一下 是不是 这些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 给你一些 这个想法说 到底你的磁肉 跑到哪里去了 那首先 我们在 之前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 对这个磁棒啊 是有一个什么 对这个M等M0Z 的这个 这个磁棒的部分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 Surface Current 对不对 这个Surface Current 是 你整个Surface Current 而这个Surface Current 是等于多少 这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因为 Magnetic Flux 所产生的 Magnization 所产生的 它的大小 就是M 乘上 你的 这个Surface 你想探讨的 这个Surface 那 对于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 这个 B啊 M0Z 然后 M'呢 就是我们这个Surface Surface的 方向都是什么 都是Fy 方向 都是 这个Row 方向 不是Fy 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 Surface Current 是等于 Fy的方向 也就是说 在这个磁棒上面 是有一个Surface Current 就像我现在这样画的 它的大小是M0 方向是Fy的方向 那 我们由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看到 OK 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知道 M2 Close H1 -H2 是等于 JMS的部分的话 那 我直接 去把 两个Medium 就是1 就是2 假设我这 Medium1 跟Medium2 那对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对这个Boundary来讲的话 它的Surface Current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 知道的这个值 那 N2呢 N2我们已经 刚刚看到 就是说 N2所指的是从 Medium2指向 Medium1 所以N2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 Medium2指向 Medium1 就是我们的什么 Row方向 然后Close H1 H1是你不知道的 OK 然后H2 H2是你里面的 你已经知道的 你已经知道的 值 OK 这个 要等于 我们的 M0 白 这有没有问题 那H2是等于多少 H2我们已经知道说 是在Medium里面 也就是Inside B Inside的部分 的 乘上 你里面的 Mu值 就是里面Mu 内部的Mu OK 那这个就是等于 2分之1 如果我们把 Z等于0 这一点 2分之 Mu0 M0 我不需要 我用gen of case 好了 先把它写出来 因为里面的B 任何一点的B值 都可以用它来表示 那我就说 这个是2分之 Mu0 M0 然后 V加 二分之L 的平方 加V平方的 二分之一 分之Z加 二分之L 减掉 二分之L 平方 加V平方的 二分之一的 Z 减二分之L 然后整个是G 那另一部的Mu值 你把它放进来 这就是H2的值 OK 那H2你已经知道 现在我们 接着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H1的部分 是等于多少 好 从这里面你课 H2你知道的话 那你把它乘进来就可以知道H1 是等于多少 OK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H1的部分 这是我们有兴趣的 好 就等于M0 5 减掉 再加上 Rho Close H2 这就是你的字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说 最外面 Outside 那H1 那H1 它基本上跟Mu 跟V0之间的关系的话 就是H1 除以Mu0 只是 因为外面是真空嘛 所以你这里面 你H1知道 你V就知道 好 那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在里面的 H2的部分呢 我 我已经知道H2是等于什么 那我也可以把H2 把它写成Mu0的 B2 减掉M0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依照这个 BH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值的大小 好 这个值的大小 它是 这个值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换句话说 它小于它的意思就是H2的方向跟V2的方向是什么 相反的 相反的 它小于它减起来就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H和V 它有不同的方向 在 在 H3的方向 中 在 H3的方向 那你现在你看到就是变成什么 我的V值啊 我们假设我们V值是 如果我们的V值是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是什么 我们说 这个并不代表是我们的H值 因为我们的H值在里面的话 它跟V值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你在跟里面完全相反的话 那平常我们会看到的结果就是说 假设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细长型的 就是说这个L值很长 然后这个V值很小 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话 我们来看 我说如果V V元小于L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V元小于L的话 V元小于L 你这一项几乎就没有了 那这一项没有的话呢 这一个呢 L就消掉了 然后2上去了 就是Z Mu0 M0 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一点上面 而它是非常均匀的 而且是Mu0 M0的一个值 那如果 如果在这个点上面的值 是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说H2啊 是等于V2的Mu0-M0 你现在 你这里的V的值 就等于Mu0M0 所以Mu0Mu0消掉的话 那M0-M0 这一点上面 你看到的 你可以推论出来 我的H2 等于0 这有没有问题 Mu0 Mu0一定会比较大0 你的V2 V2的值是这个 M0在这里 你现在 Mu本来就是大于V 大概大于V 这个大概差不多相等 OK 过得是 它比它 如果有磁性物质 它也大于它 磁性物质的话 Mu就也大于V0 那这个像 小于它 这个相也一定是小于它 这个相一定大于它 这个相也大于它 不管你怎样 你减出来了结果 这一相的话 这是二分之 这两相比较起来 就是大于等于1的值 这二分之 把 你把Mu0 等一下 对不起 我应该要从这边看 V2在这边 OK 那我把Mu0除掉好了 这个Mu0除掉 除过来 就是这一项 OK 那这两项 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 是二分之 M0的 那这两项 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小于它的 这是小于它的值 这两个捡起来的值 在Z等于0 我们就以Z等于0 这一点来看待的话 以Z等于0 这一点来看待 这捡起来的话 是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的话 这个值 一定是小一的值 不会是大一的值 因为分母比分子大 所以你这是二分之N0 所以它是小于它 OK 换句话说 你看到了 你知道了 内部的情况 是H2的值 跟H2的值 跟V 你所谓的V 我们说Flux 你的V 进去的 在里面 你会看到 应该有一个H 是跟它相反方向 但是 我们看到 这个H值 如果 在这个是很长 然后这个是很薄的时候 H2在中心这一点的时候 刚好是等于 所以你们不要把V跟H把它搞混掉 不要把V跟H搞混掉 平常我们在画那个磁通密度的话 磁场线的话 都是用V来搞弄的 所以理论上面 这一个的 Flux Density 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 课本画得很详细的 有没有一个图 我课本没带过啊 有这个图 对 你看到的是 这个地方有一个linkage 这个linkage呢 你们注意看 你们注意看这个linkage的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不是完完全全 是连 这个continuous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在这个磁棒的部分 因为你没有磁场的情况之下 那有magnization的情况之下 那你去探讨 magnage field的intensity 跟magnage flux的density 这两个东西 是应该要把它分开来 而且要很小心的去处理它的 好 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 bunday condition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一个 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得到结果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问题 更精确的去算 实际上 那我们是有算了 不管在哪一点上面的 这个b值了 这前面你有了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 这个不同的点的情况 ok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要接着 进到另外一个topic 可 好 感谢观看